成为了一个生活的必需品 然而 普通的一次性口罩不仅防护性能差 而且容易带来二次污染 下面要告诉大家一条好消息 既可以灭活新冠病毒 又可以重复利用的双功能口罩 今天正是在合肥投产了 滚压 切割 贴鼻梁条 压耳带 在安徽核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随着生产线的滚动运转 一支支新款KN95口罩快速成型 他们将以一支12元的价格销往世界各地 我们和我们欧美的代理商 现在恰谈的是每个月 基本上在1000万只左右的一个供应量 这款针对新冠病毒研发的专用口罩 采用含氧化酮 仿年无仿布为主要材料 具有微生物灭活特性 也就是说这种口罩除了常规的过滤作用之外 还具有直接接触灭活的作用 像我们做过实验 在一个4平方厘米的一个小的口罩表面 你如果泡进去1万个病毒 它能够在10分钟之内给你杀到一个都不剩 一个小时左右多高浓度的新冠 基本上都会被杀死 据介绍 含氧化酮材料的灭活效果比普通布料高50%到90% 这款口罩不仅能够阻隔病原体 消灭病原体 还可以重复使用60次之久 即使将口罩暴露在空气中多天 也不会造成细菌残留 解决了防护口罩因无法重复利用 而导致的浪费严重的问题 明确的能够证明它能杀灭新冠的 我想这个是正式的产品第一次 新款KN95口罩的发布 意味着盒子健康成为全球首家 将氧化酮无法部运用至防护口罩的生产企业 标志着我国应用防护口罩的研发生产 取得重大突破 据了解 铜金属天然易军能力 早在2008年就获得美国环境保护署认证 近几年 欧美已在医疗体系与大型公共设施建设中 对其灭菌性能进行了推广 目前 此款口罩已取得国内外上市所需的各项检验与注册 随着新款KN95口罩的正式量产 安徽核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日产能 达到200万只KN95和医用N95口罩 是目前合肥日产能最大的高端口罩生产企业 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已有2.5亿只 成交价将达到15亿元以上 西瓜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